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李慧怡 首先和大家看看欧美股市上星期的收市情况 美股上周五收市全线下跌三大指数 由纪录高位回落 美国周五对伊拉克巴格达机场发动空袭 伊朗最有权势的军事指挥官 苏莱曼尼丧生 加上美国十二月工厂活动收缩目度超过十年最大 亦大于预期引发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忧虑 令估盘增加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收市部28,634点跌233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收市部3,234点跌23点 纳斯特克指数 收市部9,020点跌71点 本周道指累计下跌0.04% 纳斯升0.16% 标普指数跌0.17% 三大指数本周结束了过去五周升势 再看港估美国预托政券的表现 ADL教本港收市个别发展 匯空指合比本港收市跌0.14% 中移动升0.86% 中联空跌0.74% 中人秀跌0.26% 中海油升0.13% 中石化升0.35% 中石油跌0.58% 再看欧洲股市 欧洲主要股市各别发展 中东局势紧张 引发油价急升不利航空股 伦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部7622点 升18点 法兰克福特指数 收市部13219点 跌166点 巴黎克斯指数 收市部6044点 升2点 法兰克福特指数 一个月以来最差表现 受到航沙航空低收6.5% 再看油价方面 原油期货价格急升到3个月新高 中东冲突升级 投资者担心当地石油供应受到影响 纽约旗油每桶报63.05美元 升1.87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每桶报68.6美元 升2.35美元 再看金价 外围金价升到4个月高位 美国凶杂巴格达机场 杀死伊朗革命运队指挥官 中东紧张局势显著升温 资金流入黄金避险 纽约期间每桶报1552.4美元 升24.3美元 再看美元汇价 中东紧张局势升级 资金流入黄避险 带动日元升至3个月高位 一度升至107.82日元兑1美元 随后回落到108.1水平 美国制造业低迷也打击美元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12月制造业报告显示 美国制造业活动创超过10年以来最大跌幅 订单跌至近11年低位 就业人数也连续5个月下跌 随身美元每加 港元7.7814 日元108.06 欧元1.1161 英镑1.308 瑞士法郎0.9711 加元1.2981 澳元0.6954 樓元0.6663 再看看美国国负债券 10年期债券报1.77 30年期债券报2.23 看看港股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28311点跌142点 国企指数最新报11211点跌41点 大股成交暂时有56亿 这个环节时间差不多了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